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 已經是星期四 這是特發新聞 因為 澳門政府宣布 在下午5時起 在下午5時起 就是夠堂食 而且 還有一些 娛樂場所 例如 戲園 劇園 室內遊樂場 遊戲機 以及電子遊戲室 就是機店 網吧 桌球室 保齡球場 精氣浴室 按摩院 美容院 健身院 健康俱樂部 卡拉OK場所 酒吧 夜總會 disco 舞廳 歌舞廳 理髮店 以及 向公眾開放的泳池 全部關閉 所有餐廳 飲料場所和飲食場所向公眾提供 在有關場地內進行飲食和飲用的服務 但是 不妨礙外賣服務 即是全部唐食不可以 唐飲也不可以 只可以外賣 為什麼呢 錄音時間差不多是5點半 出道到6點左右 原來澳門 新增病例突破了110宗 這個是 不止上午的 可能現在再多一點 澳門政府 在幾個小時前公佈 本論疫情 陽性個案破白 武漢肺炎 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表示 截至23日上午9點 澳門合共有110個核酸陽性個案 較昨日傍晚公佈的71例 大幅增加39例 如果計算是超過50% 通過流行病學調查 當局一共跟進4,109人 其中密切接觸者554人 非深密切接觸者 2496人 這個即是共同軌跡人士 我們也說 有千多人 不知道 有人留言說我們造謠 我們這些消息完全沒有造謠 只是當日澳門政府不敢第一時間公開 而且後面的數字比我們說得更加多 不單止我們當時說有過千個密切接觸者 現在是有二千多個 次密切接觸者是有279人 一般接觸者108人 配同人員562人 至今 流行病學調查工作仍然進行 應變調調中心稍後會將 抗疫專業上載這個陽性個案的行程 給市民參與 即是之前說的那個 上蒲驚群組 婦婆群組 MGM群組 國際學校百多人 另外還有那個 消防訓練 之如此類有過千人 過千人 回家而已 只要他回家而已 那裏就要立即滾雪球感變成四千人 五千人 家裏也不止 他的 乘車回家 經過的路程 一個這樣翻上去 絕對是很多人 不過 一百一十個確診 病患 或者一個陽性 澳門政府 展開一個 十分之嚴格的措施 讓人們覺得他是一個防疫天花板 防疫天花板 最終 是會大爆發 因為這個Omicron 本身 已經是 很多 有 公信力的專家已經說這個基本上 跟雙風沒甚麼分別的 沒有甚麼殺傷力 澳門政府 雙風當麻風 當他 傳染了會立即死人的個案 基本上 他的做法是十分可笑 但是 也反映了一個很特別的政治現實 這節我們跟大家分析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 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最近我們的Patreon人數 指點回聲 還未加入的 支持我們 加入的繼續吧 以及之前有些被彈出來的 無端端取消了 希望你們再發 我們 研究一下澳門 現在這個那麼極端的措施 基本上等於香港當時幾萬宗的措施 但是 香港幾萬宗也沒有那麼極端 這個是 絕對是以一個認知的角度 因為 澳門政府 尤其是澳門 坦白說 一二三事件 即是說文革時期 六十年代 已經回歸了中共 被中共控制了 澳督實際上只是一個賺錢的人 只是一個總經理 真正的主席 真正的董事長在大陸 所以澳門人其實一向都覺得我們做純物 我們外國沒錯 我們做純物 任何東西不會懂得質疑 也不會覺得有問題 政府說對就對了 政府每個月 每年都派錢給我 你有沒有派錢給我 政府說對 政府說的東西 我不相信 政府我相信誰 少了一分對政府的質疑 少了一分對上級的質疑 而現在這個特首 很多人說他很有懷 懂得做 問題就是 他是一個 跟風跟得很貼的人 問題就是最近好像斷了線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 在上海指一場生死鬥 現在上海 現在很多地方已經 不再說動態清零 反而澳門 就是執行得最嚴格的動態清零 他一個也不能有 這個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原因就是那個性格問題 他的成長過程 賀一誠 甚至乎現在大部分的澳門人 他們的成長過程 他們也是覺得 他們覺得 國家說的東西是對的 政府說的東西是對的 上級說的東西是對的 是要絕對信任 絕對服從 信無主席 要信到盲目程度 當然 執行也要執行到盲目程度 上面說是甚麼 我就跟著甚麼 完全不想一想 他們澳門人 誰讓澳門呢 中央 不是的 當然 其實澳門真的是中央養 因為如果中央不放賭客下來 澳門不會發財 不會有大量的賭客下來輸 當然 現在中央 有些攬著澳門的 不放人下來的也是中央 所以 乖孩子就覺得 我們 不夠乖 我們要乖一點 上面說甚麼 我們要做甚麼 清零 我們要清到底為止 所以 現在澳門的政策很極端 也可以說 這個 疫症是不能避免的 這個基本上不是疫症 這是雙風 連感冒也不是 一個雙風 不過是有 查到出來的 雙風 覺得有點不舒服 甚至乎沒有人有不舒服 這110人來說 可能只是說10個8個不舒服 這樣就要把整個澳門封鎖 餐廳本身已經沒有生意了 本身那些娛樂場所已經生意差了 這次再來一次 封多久 有一天有一例都不可以解封 澳門的情況 會持續很久 我們看著香港的情況 澳門這次Omicron一爆發 估計 是一個月沒有逃走的 即是說接下來也會長期一直在高個案 一千宗 現在只有一百宗 不是一千宗 香港就過千宗了 但是接下來會如何趨勢呢 澳門人口比香港人少很多 香港有七百多萬 澳門只有幾十萬人有身份證 記住是有身份證 沒有身份證是不少的 這樣的病例 是最難搞的 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傳染性很高 沒有甚麼殺傷力 但是傳染性很高的東西 全人都會感到的 所以接下來澳門 那個數字一定是陽性的 數字一定會大爆發 很快就過千宗了 然後就幾千宗了 澳門那麼少人都幾千宗 你看台灣也是 台灣也被譽為防疫天花板 一爆起來就避不了 上海也是 這些東西是不能避免的 只是雙風味 跟花粉症差不多 跟打一個黑癡沒有分別 或者跟打喊路一樣 我可以再簡單一點 現在疫症基本上跟打喊路的分別不大 你在一個開會的場所裏面有五百人 一個人打喊路 跟著全場起碼有五十個人跟著 因為好像會傳染一樣 原來打喊路就要隔離 隔離幾天啊 十四天啊 我這14天沒有再打喊路 我怎麼知道 14天清完之後再看看你有沒有打喊路 有啊 再隔離多14天 這個辦法 當然 是智商的問題 也是政治的問題 沒有辦法 唯一的解釋 就是現在的賀一誠 斷了線 他根本就不知道跟誰好 上面又有說動態清零 但是又有說 這個要聘經濟 那麼他就兩樣都跟了 兩樣就出事了 動態清零 和聘經濟是相反的 是違背的 是互相排斥的 你要動態清零就不要經濟 你要經濟就不要動態清零 但是他不懂 原因就是他斷了線 他也不知道跟誰好 上面港澳政策的人 根本他自己也不敢給你指令 你怎麼跟 當然是跟動態清零 因為現在的港澳辦主任是誰 夏寶龍 他難道告訴你 我老闆沒得了 我都沒得了 你還問我 當然 我們要看看 澳門的 極端情況造成了很多 悲劇出來 剛剛有一位 教會的朋友向我們報料 說他 一直都有探訪 以及關心一個 九歲的小朋友 一個男生 這個小朋友是有老坦的 即是完全沒有自理能力 教會的弟兄說要向他討告 他已經發燒很多天了 都不退 而山頂醫院不肯接他入院 鏡湖醫院又說沒有私等床位 因為負擔不起AB等 所以只有回家吃藥 以及隔離 因為他的行動不便 仍然是等於有關方面安排核酸 情況相當困難 家人又擔心 身心拘平 請為他 得到適當的安排和治療 早日討告 以及退銷 希望澳門的教友可以替他討告 也希望澳門的網友可以替他 發聲 因為 澳門原來有很多人是需要去看醫生的 需要病的 不是雙方就封了醫院 不接病人的 其實你們跟上海有甚麼分別呢 上海因為雙方就封了 人不准醫 甚麼都不准醫 朗涵蘋的老母就這樣死了 大量的人因為這樣無端端死了 教會的一個師母留言說 澳門疫情期間 山頂和鏡湖醫院都不接受這類發燒的病人 他說有甚麼天理呀 你向你的上帝討告一下 我沒有辦法 我不太認識那個上帝 澳門只有這兩間醫院 但這兩間醫院也做了這些事情 像上海一樣 那麼你是不是要搞出人命呢 是不是要令到有人死了 有人失救 政府才出來檢討呢 我相信也不會檢討的 作為一個關心市民的特首 何一成 究竟你是要有黨性還是有人性呢 我相信 他會選擇黨性 這不是說我們批評你 我們一直 看過我們節目的人都知道我們是反共的 問題就是 當你們 忠於一個政府 忠於一個政權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沒有了人性 當中沒有了人性的時候 你就不要跟我說甚麼常理 很多人留言說我們不了解 其實真正不了解澳門的是你們 這次時間 我先講到這裏 我亦都為他討告 雖然我沒有宗教信仰 我亦都不認識上帝 但是 我也替他討告 希望他可以退銷 希望他可以大步拿過 因為 這個極端的措施 會持續下去的澳門 接下來澳門有甚麼病人呢 其實 你們的性命 可能 因為這樣 沒有了生命的機會 比確診數字更多 這節時間 先講到這裏 拜拜 拜拜